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型會議 我孫燕東 投國民意義 那我們先看今天台南大盤的表現 今天台南大盤依然受到台積電的帶動 竟然形成一個開高走高 到今天收盤大漲一個181點 指數來到12722點 相對我想以今天台積電的部分 今天收盤是大漲一個12塊錢 等於說你以台積電一點 貢獻這個指數大概差不多9點左右 相對於台積電今天一檔個股 他貢獻台股的指數大概已經漲了108點之多 相對於今天實際上是漲了181 扣掉台積電的部分 等於說其他的個股大概全部加總 是漲了一個73點 那畢竟我想以今天整個一個盤面當中 比較具有這個 特殊性的一個 當然的話 還是一樣是落在這個OTC的部分 因為畢竟OTC就是說從前天落底之後 包括昨天開始走壇 昨天開始走壇 那重點我想以在昨天這個OTC在走壇這個過程當中 相對就是說 近期 當時這個生技防疫的這些天 就是說天國一揮這些個股 在昨天 依然都是形成一個 這個像這個合一的部分 持續性還在鎖一個跌停 那等於是說到延續到今天 往這個天國一揮這些個股 到今天已經形成全面性 今天都是漲停板鎖住 都是鎖住這個漲停 那當然的話也帶動這些以往 這個殺了很深的 這些相關生技防疫概念個股 在目前也正式來展開 他的這麼一趟 這個逃命波的一個反彈 那這個逃命波反彈 我想我們每一天都跟各座強調 無論如何 如果說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你到現階段 你手中還持有這些生技防疫概念個股的投資朋友們 趁這一波這個反彈逃命 務必你要去做到一趟 就是說下一趟 這些個股 它已經產生下一趟這個賣出訊號的那個當下 這一趟你要去把握住 這個逃命的一個賣點 無論如何 把它去做到賣出 賣出把資金做一個回收 因為畢竟威老師我們在以往不斷每一天跟各座強調 針對這些已經漲很多這些個股 我們真的很不樂意去看到 如果說各位 你報上去又報下來 甚至就是說 你買的成本比較偏高的投資朋友們 尤其他的這個修正我想 像合一到昨天已經拉回 第11根的這個跌停 那等於說這些個股後續我們寧願各位賣錯 你都不要去報錯 因為畢竟這些個股以往都已經漲太多 漲了好幾倍 像合一是漲了從19塊多 一路漲到470幾塊錢 等於說一漲漲了23.5倍 那就算到昨天他拉回跌停 昨天收到這個170塊錢 就是說從19塊到170塊錢 這個還是還有很大 就是說他那個股價這個位階 依然雖然經過這個11天的修正之後 那重點都還是算偏高 那偏高我們也不建議 沒有持有者你就不要去 是針對這些個股再做個買進 那目前手中有的話一樣把握 下一趟的一個賣點 把握是個下一趟賣點 那畢竟我想以今天這個台股大盤 今天實際性走 就是說大漲一個181點 那相對我想我們在昨天之前這個節目當中 我們依然每一天跟各座強調 到目前這個台股多頭架構沒有變 大盤沒有問題 那重點 個股的一個走勢已經是幾度分期 那幾度分期尤其在近期這個輪動速度 輪動非常非常之快 那針對輪動快 我們當然的話 每一天都跟各座強調 針對已經漲多高基期 形成高檔爆量這些個股 你要去做賣 高賣 後續經過修正之後 他產生下一趟回側買點的這個個股 你再來做這趟低階 那配合我們在近期不斷跟各位強調的這麼一句話 你高檔先賣 拉回回側買點產生你拉回再買 你至至少避開這一趟很快速拉回 修正這個弧度 拉回再買 你會用更便宜的這個價格 買到更多的這種個股 所以說我想我們在近期也不斷跟各座強調 針對漲多個股高檔先賣 拉回你再做買 我想這樣子你的一個獲利價差 會拉到一個最高的一個極致 那畢竟 近期我們帶給各位唯一的操作策略 我想也沒有去做改變 我們依然是採比較短波段操作 根據訊號來執行這個短波段操作 做多賺10%的一個獲利目標 這個策略依然不會去做改變 那大幅我想我們從7月7號以來 也陸陸續續針對很多個股告訴各位 它的一個高檔賣訊已經產生 那高檔賣訊產生無論如何請各位 這個階段點我們真的也不希望各位 你抱太長 比如說有波段行情這個個股已經越來越少 那陸陸續續產生高檔賣訊的這些相關 這個個股無論如何請各位 會買你也要會賣 那至於就是說 什麼個股該做買 什麼個股該做賣 各位 你只要有一套有效工具的一個輔助 這個工具可以來協助各位 什麼個股你該做買 什麼個股該做賣 用什麼個股 用什麼價格來做買進 用什麼價格來做賣 我想這個工具 你只要導入 任何一檔上市上規公司的一些個股 股票代號輸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立馬知道 它的位階在哪邊 你要去留意買還是留意賣 這個工具都可以很明確來告知各位 你的一個後續這個策略面的一個重點 你要你要去注意要做要準備要去做買進 還是準備要去做賣的一個動作工具 都可以很明確來告知各位 那畢竟針對近期到底還有哪一些個股 可以來做買進 尤其這些個股在之前前一個波段 他也經過一段時間修正拉回 那我們在今天早上 今天盤中我們有特別針對一個族群 就是目前這個疫情還在做個實際性延燒 為什麼延燒 我想這個武漢這個新冠會員 到現階段這個他的案例 這個確診的一個案例已經超過 一千六百二十萬全球已經超過一千六百二十萬 那已經接近大概六十五萬人 因為這一次這個 這個新冠肺炎而失去生命 那相對就是說 以最近過去 最近這個過去這六個禮拜 這個確診的一個病例已經形成 不斷不斷在做一個double 倍數的一個成長 那當然的話這樣代表一個就是說 以實際上這個疫情的一個狀況 往台灣是比較例外 因為畢竟台灣 下一次的考驗是在冬天 冬天沒事 那才叫真正沒事 那當然的話我想以全球到目前 都還在做個不斷不斷延燒 那相關這些遠距 宅經濟的一些個股 這個後續一樣都蠻值的各位 來做一個鎖定的一個買進 那當然的話這些個股 我們一樣老話語句希望各位 你高檔產生賣訊你要去做賣 回測完成 你再可以來做一個買進的一個動作 先賣再買 我想一樣短波段大概操作巡軟 一個禮拜上下的時間 有買有賣 把一趟一趟這個價差 我們就根據訊號來執行這樣子 簡單的一個操作 來創造輕輕鬆鬆的一個獲利就OK 針對今天我們在這個盤中 特別針對一些相關這些遠距 遠距的這個宅經濟的一些個股 包括像做個四伏器的 像這個666669像維銀 以維銀這樣個股 今天最近這段期間有做修正 平台整理一段時間 那等於說今天產生它的買點需要在這個 七百八十三塊錢 到今天這個收盤 收盤是漲了一個十四塊 另外這檔3380明台 這檔標的我們從上個禮拜 對上個禮拜 跟各位每天分享到今天 大概分享很快一個禮拜 變成說這檔標的我們在當時 上個禮拜 它產生這個賣訊 高檔賣訊產生 那我們就希望各位你高檔先賣 先賣回撤完成 當時的這個明太李嘉 27.95元 高檔賣訊上個禮拜 禮拜四 賣訊產生了一個後續 這一趟快速的這個拉回 到今天買點就產生 那各位你就看得很清楚 你這邊先賣一趟 這邊再買 用更低的價格來做買進 這樣子 你不僅僅可以用更低更便宜的價格買進 你可以買更多張 這邊比我們這邊買個十張 你到這邊至少可以買個十三張十四張 那等於說 先賣 再買 你會拉開 各位你的個獲利價差 那這一趟我想明太宗上個禮拜四 這個這個 這個一樣是網通的一檔個股 賣訊一產生一修正拉回 拉回 快接近19% 兩聲 快差了兩成的一個價差 賣掉 你先賣掉之後 買點產生 你今天買點產生 你再做一個買回 今天買點產生在24塊半 買進去之後 你一樣是現買現賺 就是這樣子你很簡單 根據訊號來知請各位 這個價差操作就OK 這是明太網通的部分 那另外兩次做記憶體的這個 4967的這個十全 一樣 今天買點產生在這個41塊半 那今天收盤 收盤也大漲這個5.6% 5.6% 我們一樣就是我們在今天盤中 相關 針對這個遠距的這個相關 產業的這些個股 概念個股 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那另外包括像做PCB 這個6153這個加聯益 一樣 買點產生 一樣今天做一個產生 產生買訊後續 到今天這個收盤 收盤大漲在5.5% 這是針對我們今天一樣透過這個工序 針對這個整個一個 受到這個新冠肺炎 的一個影響 那等於說 幾幾乎百業蕭條 那就圍堵這麼一個產業 就是遠距遠距相關這些宅經濟的一些個股 往在近在現階段 題材性夠 那你再配合整個技術面這個 買賣點的一個訊號來執行動作 我想這樣子實際上結果 都還是能夠帶給我們 所有觀眾朋友們 你一檔賺倫 再接下一檔 那另外包括我們在近期 包括在昨天 我想說我們在昨天一樣 Telegram分享各位 這個一樣相關是我們的會員持股 就是針對這個生技防疫 的一些相關概念個股 那包括這一檔這個6576 做新要的這個義打 我想講義打這個波段 他創歷史新高來到138塊錢 一路修正 從138塊錢拉回到72塊1 等於說這一趟拉回 幾幾乎是腰斬 股價除以二幾乎做一個腰斬 那腰斬我想後續 這一兩天 他還產生這一個波段的回撤買點 回撤買點產生後續我想 包括像前天鎖漲停 昨天繼續鎖漲停 已經連續兩天漲停 我想這個比核一都還是率先 前天就已經鎖漲停 核一到今天才開始漲停 那這次市長比較領先 領先落底 領先做起工 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那後續我想以義打 今天是拉回大概2.6% 漲兩根漲停之後做一個壓回 賣出去之後就靜待賣訊產生 各位你在執行賣了一個動作就OK 那我們在今天還是依然 還是要做一個續爆的動作 後續他的短線壓力 壓力是落在他的月線的壓力 大概在98塊錢 98塊錢這附近 義打的部分 那另外包括這個 另外一檔這個4167的向展望 我想展望這兩標的一樣 在前天一樣產生這個買點需要在33 昨天產生在這個33.7 那我想以展望 昨天盤中一度拉到漲停 後續到收盤大概漲了6.7% 延續到今天一樣做個續漲 那當然的話這個公司都還在延續當中 各位你就看這個多方的力道就好了 後續一樣靜待賣訊產生 你在執行這個賣的一個動作就OK 但是針對這一兩天一樣 陸陸續續有產生買點訊號的這個相關個股 我們在這個Telegram的相關的這個分享 那針對近期我想為了說我們從7月7號以來 陸陸續續在當時都有預告各位很多個股 陸陸續續產生的高檔賣訊 那高檔賣訊一產生 我們當然的話特別特別著重各位 因為畢竟絕大多數的投資本人 只會買也不會賣 所以說講不定我們從這個7月7號 甚至最近這段期間 我們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禮拜五 上個禮拜禮拜五 我們一樣陸陸續續針對賣訊產生的一些個股 請各位會買你也要會賣 包括我們這個這個都各位你都可以到上個禮拜五 7月24號我們在Telegram的相關分享 6278台表科這個Mini LED的相關概念個股 當時創高創高來到152塊錢 賣訊產生在150塊錢 賣訊一產生之後 到今天還在今天今天還在做個創低 今天已經來到122塊錢 賣點在多少 150 那你高檔先賣到今天差了多少 差了28塊錢 一張差了三萬 你當時有賣 賣掉之後你現金做個回收 後續 我想這個各位你看得出來 空方力道已經不斷不斷做個衰減 等到他由黑翻紅 就代表買點訊號就做個產生 那當時你賣到150塊錢 我想到現階段 你用這麼低120幾塊的價格來做買進 全面性 用更便宜的價格 你可以買到更多張更多的一個張數 那這樣子對各位你的一個獲利 獲利的這個價差 都會直接會有一個擴大的一個效果 台表課的部分 6416瑞企 當時賣訊在161塊錢 一路修正拉回 昨天創低已經來到140塊錢 這一趟拉回21塊錢 一張不買差兩萬一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想這些個股我們在昨天 一樣每天跟各位做追蹤 那等於說這些個股已經陸陸續續 回測買點訊號即將做個產生 我想這像這樣 像台表課的部分一樣 大概再過一兩天 一兩天他回測買點就產生 那等於說你高檔先賣 回測拉回再買 瑞喜一樣高檔先賣 今天他產生買點訊號在146塊 買點一出來 你買訊一到 你高檔賣的這些籌碼 你到今天再做個重新的回接 先賣再買 那收盤是收到147塊半 買點在146 明太剛剛我們跟各位講過 今天買點也做產生 當時上個禮拜是賣訊在27.95 到昨天創低來到22.7 等於說這一趟拉回 快接近兩成不見了 漲8.8% 自貫一樣 昨天我們預告各位賣點已經要出來 昨天尾盤已經到柱狀的最下方 今天買點訊號 101塊錢做產生 那當時你這邊先賣 賣掉我想當時賣訊產生 你有三天的時間都是收平盤 你有很長的時間 你可以來做賣出 112塊半賣掉 賣掉 現在已經差不多快100塊錢上下 你再做個買回 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先賣再買 你能不能賺更多 我想這個各位 你看了就很清楚 那畢竟近期 不管是說我們帶給各位相關操作 這些標的 全面性 短波段操作 一樣 根據訊號 來執行該做這個動作 包括像利基 我們在當時 買點訊號產生 我們也分享各位 在7月21號的短度個股 這一趟有買有賣 他當時賣掉是創歷史新高 當天賣掉 賣掉之後 先把這15%多的獲利先放口袋 賣掉之後 賣訊產生 我們是賣在這邊 賣訊一產生 這一趟拉回 到昨天 立即創低來到這個228.5 差了多少 差了45塊半 當初 當時我們也賺 賺了也不過才快接近38塊錢 因為包括田息 包括出息 那 你不賣 一拉回 45塊半不見了 所以說你要有買有賣 賣掉之後 後續你在靜待 下一趟買點產生 再做買 愛途一樣 當時我們第三趟賣在508 賣掉 一拉回 拉了162塊錢 拉回你再買 從落底345塊錢 今天又創高到今天又差多少 又是101塊錢的一個價差 你500多塊賣掉 先賣再買 你這趟價差又是100多塊 精采 賣掉 一拉回 19% 後續 賣點產生 賣點入場 賣點產生 你在做買進 康空一樣如此 有買有賣 全面性 賣點去產生做買 賣去產生做賣 一趟價差 把他獲利放口袋 那當然包括之前 像自身也是一樣 賣掉 拉回 拉回再買 買下去 又是13塊半的價差 這全面性 檔檔個股都是如此 當時我們在7月7號 跟各位做相關分享 不管是自身科 不管是像科家 高檔你先賣 一修正拉回 18.3% 回色買點產生 你在做買進 這一趟 你又創造32塊半的價差 賣掉 先賣 再買 這樣子 金益科一樣 先賣 拉回 拉回多少 怕死人拉回36.8% 拉回 後續買點產生 你再做買進 到今天的金益科 今天已經創高 來到66塊半 這一趟 又是38.5%的一個獲利價差 那這樣子實際上 結果我想從 透過我們在以往陸續分享 賣訊的個股 你當時先賣 拉回 回色買點產生 你再做買回 到今天還在做個創高 這樣全面性 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工具 都可以很明確 來告知各位 家登一樣如此 高檔先賣 拉回70塊錢 再買 這當然是61塊錢 全面性 就是根據訊 一趟一趟 來來回合的操作 那針對這個工具 各位你如何來做取得 當然 為了說我們在今天 一樣實際有提供給各位 這個頭期款的一個方案 你只要預繳 一點點這個頭期款 那你後續 你就可以馬上擁有 我們這套這個軟體 針對各位你相關這個持股 自己先做個全面性檢視 後續 歐老師我們帶各位獲利完之後 賺到的錢 你再來補足差額 稱為歐老師我們後續的一個長期的會員 那相關我們這個頭期款 活動這個相關訊息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來 來電來做個直接洽訊 那我們今天這部告個段落 下一個收看 謝謝